早安… 早安… 早安 我先去, 別走… 不要, 我很快的兒子, 我先去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搶 現在才六點半 你們待會有很多時間去廁所 六點半? 你為什麼這麼好, 這麼早就要醒我 因為我知道有早餐給你吃 謝謝你, 我不想吃早餐 我想多睡一會 對, 我也好 閉嘴, 走吧 Let's go 你知不知道 不吃早餐是很相餵的 你們留意一下 早餐是不是很豐富, 很有愛呢?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些話很想跟我說? 謝謝 Let's go… 我幫你切米 來… 謝謝 我聽Juling說 原來安仔很想聽到我們對他說 謝謝, 謝謝 這些小小帶有讚美的說話 我真的謝謝他, 不要太無聊了 追求這些低級讚美 是呀, 孩子幫我們捏骨瘦地 很厲害嗎?現在很大事嗎? 你兒子會不會是上次做不到總統 所以他的內心空虛寂寞和冷 其實安仔只不過想要一句麻煩 你們是不是可以滿足一下他? 不要多掛嘴, 旁觀者清 平時安仔為你們做了很多事 你們有一點點輕視了他的付出 有點像鳳梓一樣 聽素素這樣說 我們真的好像對安仔比較壞 其實輕輕的一句, 麻煩 就可以化解到安仔心裡的死傑 而且他又不會再去騷擾風笑 為什麼我們不說呢? 輕輕一句而已, 是嗎? 又不是說我愛你, 說吧 說就說吧, 不敢嗎? 現在他能夠受氣才回答 來, 回來了 謝謝, 來…吃死吧? 真棒 不用說, 剛才出門吃了很多東西 吃了很多東西 來了…他坐下來了 阿叔, 你先開口吧 幹嘛要我先?你是他媽媽的 又是你第一個答應說到的 真棒, 說吧, 叔叔 金城安, 我不小心掉了手鑰匙 幫我撿起他 有沒有這麼不小心的, 叔叔 是呀, 我真的很不小心, 怎麼樣? 來吧 你看, 叔叔, 叔叔, 你怎麼買? 下次別幫看這桶 超, 枉我這麼期待 叔叔, 你這麼沒力氣? 你這麼厲害, 你說吧, 超 叔叔 這樣吃嗎? 我幫你拿個搖擺氣 二姨, 她在你石頭哥對出 我還遠一點 叫你拿就拿吧 拿吧, 謝謝, 食哥 來 別看這部劇 給我轉回很好笑那部八點鐘的處境劇 你要我幫你拿個搖擺氣就是幫你轉台 是 姐姐、爸爸, 不如還是你們來吧 好, 我做完了, 我洗澡了 我… 你洗澡順手, 把馬桶通好 好 還有…洗澡房好像有兩件衣服還沒洗 你幫我洗掉吧 可以 你們說什麼呢? 不繼續說下去, 說不該 行了, 不用說了, 我知道你們相信 你知道? 你們想跟我說 別想衝完就沒了一件事 真棒, 你們真是知道我弄了 好, 我今晚不用這招 我現在就去洗澡 你好… 我幫你們拿個信 謝謝… 你們說什麼? 謝謝? 原來你們不是沒禮貌 你們不是不懂說謝謝, 你們是懂的 就是租客幫你拿幾封信, 你就謝謝 我幫你收拾完鑰匙, 遞遙控 準備幫你晾衣, 再通完廁所 你們一句謝謝也沒有 你們有沒有當我是你們的家人 安仔, 他們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有人跟你說謝謝, 你已經明明這個感受 安仔 我們正正當你是家人 所以才沒有說謝謝 蘇蘇只是一個租客 我們對他當然要客氣一點 對自己家人, 請前多謝後 你說多敬我, 你說是不是?安仔 安仔, 我們正正當你是家人 才不敢客氣 我們沒有針對你 我們自己也沒有說謝謝, 是不是? 但是我這樣教你 什麼都這麼介意, 對著家人 對不起, 我先回房間 快點 原來是我一直誤會了你們 對不起 但是你剛才說 因為我家人, 所以你們才對我 你們是說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我心裡真的舒服了 不過這麼說 雖然我已經明白 你們原來是不介意這些事的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可以尊重我的意願 我真的很想感受一次 讓家人親自說一聲 麻煩你, 你們可不可以成全我? 行了, 你們不要面對自己 我已經接受了 你們說一句, 拜託你滿足我 都是不願意的 我是洗澡 謝謝 謝謝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 我喜歡